找尋自来水管的漏水点 除了传统涂法链钢 派出水管医生入寻的方式之外 其实也有更科技化的做法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分区剂量管网 就是把大区域划分为小区域 在管线上装设剂量器 透过监测流量以及压力等数据 就能够进一步锁定高风险漏水点的位置 总统家正你好 现在按法信念线发生异常 马上综合信念线加一台备源系统 在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这个监控中心每分每秒都不能松懈 主要是说整个大台北的供水调配 就是说除了资源台水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的辖区的水量水压的控制 然后还有一些紧急事故的调配 稳定水压避免供水中断 工作内容看似容易 其实必须24小时盯着萤幕 自吸监控处理突发事件 但供水稳定可不表示 漏水问题就能撒手不管 我们布设这个漏水噪音震动记录器的时候 它的盘盖范围可以在一个小 大约是2.5平方公里的小区 我们大概会布设30个漏水噪音震动记录器 那由这30个漏水噪音震动记录器 我们可以缩小检测它的漏水范围 这就是科技抓漏 在制水阀内装上这小小的漏水噪音震动记录器 可以透过数据传输分析漏水区域 其实2006年时台北市的漏水率 一度高达26.99% 2015年降到17% 2017年14.18% 到了2025年的目标学要降到10% 以前都是用人入寻的方式 也就是一个点一个点这样进行检测 那我们最近的那个科技化的做法 就是以整个面 然后在整个面布设那个漏水噪音震动记录器 然后当发现两个漏水噪音震动记录器之间 它有漏水点的时候 我们再用相关式的 然后来进行线的检测 由面线点的方式 逐步缩小漏水点的范围 这个检测过程 靠的是两点漏水相关侦测仪 我们主要就是有A B两点 然后漏水点是红色的这一点 然后它距离B点的位置是24.6公尺 而透过这些工具 就是为了要准确找到漏水点 不过怎么提早预知 就得靠AI人工智慧 这张地图就是我们基隆所的一个 水利分析的一个网络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部分 大概就是我们属于正常的一个管线的部分 那红色的部分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认为是有隐藏这个比较高风险的一个 落水的一个区域 计算漏水前和漏水后的流量 以及跟压力之间的误差比 这是利用大数据演算法 结合水利分析图资所预测出来的高风险漏水点 那这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它背后代表就是 很多用户的一个用户水表上面的一个用水量 那我们在透过这个水利分析的这个运算以后 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一条管线的流量 还有每一个接点上面的一个压降 把供水辖区细分成一个又一个的小区 分区计量管网的行程 靠的就是大量的数据收集 在我们的管线之中 我们会装一些流量计 侦测流量 压力计来侦测压力 然后这些我们通常会24小时不停的去记录它 然后这些资料呢 如果传到我们的电脑系统 我们就变成一个我们的一个大数据 纳入人工智慧演算法 可以提早预测漏水区 因为日本东京漏水率只有3.1% 新加坡4.6% 现阶段台水公司辖区内自来水管线漏水率 有15.45% 目标是要在2025年降低到10% 其实分析目前自来水管漏水的主要原因 67.3%都是因为鹤重震动 也就是地下自来水管长期受到重力挤压 造成水压超过老旧管线的负荷 另外12.3%则是归因于老化腐蚀 容易造成破管 就看不到 因为它还是会 水还是会流 所以它没有说 跟我们心肌梗塞 不换马上不流 那就惨了 那有立即的危害 就马上做 它没有 它是慢性病 慢慢漏 根据全世界的这些平均标准 我们泰湾率 就是全部台水公司的管长6万公里里面的 我们泰湾率是1.36 103年到106年的平均泰湾率是1.36% 那已经也算高于世界平均值 这些世界平均值是0.91%而已 我们已经是相当达到标准 即使如此 全台湾的自来水管近半数 人都是使用年限仅有20年的塑胶管 都已经是老旧等级 不同的管材当然会有不同的问题 它可能会实现到会裂 因为它那个材质会脆 但是有的如果是铁管的话 它可能会秀 于是泰湾自来水管也就成了改善的重点 北水处的做法是将供水辖区台北市 化为820个小区 优先泰湾漏水率偏高的小区 目前已经完成300个区域 路面人工开挖确认管心的位置 然后买管换至不锈钢拖撞管 比起传统塑胶管更耐得住重力振动 同时使用年限也能拉长 我们从95年到106年 总共态换了1921公里的管线 那如果以单车环导这样来算的话 就可以相当于环导2000 在技术规范里面都有考虑这个 所以会要求说某个area 什么东西几年 叫做life cycle 就是它的寿命吧 要换 那如果我们跟工程师性格一样 就按部就班去换 它的问题就会解决 现在就是有没有好好去执行 不去执行常常都是因为钱不够 怎么减漏节流 降低漏水率 台湾的两大供水单位 避开水架政治议题 启动节水大作战 试图用科技化解漏水危机 它们在某些建筑中的 然后在某些团有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